OK,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是大调跟小调的关系哟 好,大调跟小调听起来会有什么分别呢? 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曲子 我们现在听的是大调的版本 你听听看哟 那接下来啊,同样类似的旋律 我们换不同的调性 你来听听看哟 OK,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啊? 虽然啊,都是小猩猩 但是感觉很不一样吧 我们再来听听看这一首小蜜蜂 听起来蛮开心的 但是如果我们换成小调呢 你会不会有一种蜜蜂飞不太起来的感觉了呢? 小调啊,跟大调要营造的感觉啊 是完全不一样的哦 最后我们结束啊,还是开心一点好了 OK 刚刚啊,你已经用耳朵来听听看大调跟小调的分别了 那如果我们要用一些形容词来形容的话呢 会有一些人觉得大调听起来比较快乐 比较明亮 那小调呢,有一些人听起来会觉得比较忧伤啊 比较阴暗一点 那不管这些形容词是什么 你自己听起来呢 你对大调跟小调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呢? 那其实我们今天啊,只有要对大调小调啊 做一个最简单,最初阶的一个认识 那大调跟小调呢,它们有两个不同的分类 一个叫做关系大小调 那另外一个呢,就叫做平行大小调 好,那关系大小调跟平行大小调怎么区分呢? 我们先来看平行大小调好了 平行大小调呢,既然是平行啊 就代表它们起音是一样的 那也就是说它们的主音是相同的 好,主音相同 所以呢,你就知道C大调 它的平行小调那就是C小调咯 G大调呢,它的平行小调那当然就是G小调 那同理咯,F大调的平行小调呢,没有错 它就是F小调 好,那关系大调呢,比较特别一点咯 关系大小调呢,它们是有小三度的关系 那所以呢,它就是大调往下数小三度 所以呢,C大调往下数 Dosila就是A小调 好,那如果G大调的关系小调呢 它就是G1 GF1 对,它就是D小调 然后呢,F大调呢 它往下数 就是D小调 好,所以啊 如果是关系大小调的话呢 它们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它们的调性会相同 调性相同啊 代表它有好几个音是同时 都是一样的音哦 好,这个是关于大调跟小调 最概略的一个区隔 接下来啊,我们知道小调之后啊 那其实啊,小调音阶啊 它自己也有分成三类哦 那第一类呢 它就叫做自然小音阶 自然小音阶 好 第二类啊 它就是叫做和声小音阶 和声小音阶 那通常我们一般听到的小调的曲子啊 也比较多都是用和声小音阶在进行的 好,接下来呢 第三类叫做曲调小音阶 曲调小音阶 那也有一些人会把它叫做旋律小音阶 好,那它要怎么区隔呢 还记得我们刚刚所谓的关系大小调的一个概念吗 关系大小调 好,所以啊 它们会共用调号 共用调号的意思呢 就是其实呢 它们的音小调的音会跟 它和关系大调的音 有一些音是重叠是一样的 那所以呢 关于自然小音阶的话呢 它就不需要加上任何的升降 它不需要任何的升降哦 就是你原来的调号升了哪些音 降了哪些音 那自然小音阶也是一样 它不用再外加 可是呢 我们的和声小音阶呢 不一样咯 我们的和声小音阶啊 它的第七个音 它要升高半音 它的第七个音 它要升高半音 所以除了它本身调号要升降的音之外 它第七个音要升哦 好,那曲道小音阶比较不同 它有分上行 也有分下行 好,它上行的时候呢 它第六个音跟第七个音都要升 那它下行的时候啊 它的第六个音跟第七个音啊 就要还原回来了 那光是这样讲 你可能还不太能够感受 我们就来听听看 A小调的不同的小音阶的组成吧 首先啊 我们来听听看自然小音阶哦 照着原来的调性没有任何的升降 这就是自然小音阶 接下来呢 我们来听听看 A小调的和声小音阶 要记得哦 它的第七个音会升哦 我们来听听看 有发现第七个音升高了 对不对 好,最后一个啊 我们来听听看 曲调小音阶 注意听哦 它的上行啊 跟它的下行是不一样的 好,我们来听听看哦 好,这是上行 那下行呢 你有没有发现 上行跟下行是不一样的 我们再听一次哦 好,这个啊 就是关于A小调的三种不同的小音阶 那要怎么样子去把这些小音阶画出来呢 或是怎么样子套用到别的调呢 我们就在其他的地方再继续讲咯 然后再继续讲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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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继续讲咯